郭老师 咱们今天讲一下这个挪威 对这么一个国家 这两天可能很多人呢 还是因为这个挪威 北京这个疫情出现挪威三文鱼的话 这个一下子好多人对这个 对这个情况有点了解 那么你对这个国家 他是三文鱼是不是 他的一个主要创汇来源啊 另外呢 他这个现在我突然在想了 那个诺贝尔和平奖 实际是在挪威 给这个不是在瑞典 这个的话你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也好也好 这个这个你今天突然提出来 来讲讲挪威 这个我也没做准备啊 就是脑子里有多少就讲多少 因为这个挪威呢我去过一次 特别是到他的这个首都啊 奥斯陆啊 我也在那住过几天啊 也是实时还是比较认真地看了 挪威这个国家是个很有意思的国家 这个挪威呢 他这个历史上他这个维京人啊 过去把他们叫维京人啊 这维京人是以海盗铸成的 他这个海盗非常强悍 他这个强悍到什么程度 就是挪威人划的这个小船啊 尖尖的那种小船啊 我们把它叫海盗铸成的 他们能划得很快啊 挪威这个国家呢 因为它这个河线非常长 而且这个河线里面啊 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 就是峡湾地貌 全世界最美的风光 美国这个国家地理杂志评啊 最美的风光就是峡湾风光 峡湾风光80%在挪威 你就想想挪威是个什么地方啊 这特别美 但是正因为这个峡湾特别多 它就形成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海啊 它都到了它内陆里边 它在峡湾里边 这样它里边可以藏很多海盗 它随时可以出来 历史上挪威的海盗 曾经帮助的 就伊丽莎白啊 伊丽莎白一世啊 英国这个女皇 把这个法国的 不是法国的 把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都给打败了 所以这个挪威海盗 可不是一般的海盗 这个伊丽莎白一世 给一个挪威海盗 头子都是封的这个 公爵伯爵什么大元帅 当然这个挪威这迷京人呢 他们有他们这个非常强悍 而且这个海盗的这一边 因为其实你要翻个历史看看 波罗的海当年有一个汉萨同盟 这个二三十个城市联合起来 组织汉萨同盟干什么呀 就是为了对付这个挪威人 因为挪威人打劫 当然这个挪威它自己本身的发展历史 也很复杂 它一度它是就是瑞典的 它就归到瑞典了 后来又独立了 挪威现在还是世界上有皇室 就有王室的这样的 有住了几个国家 它现在还有国王 而且它也是一个非常民主的 非常进步的这么一个国家 你刚才提到了这个 就是说这个诺贝尔奖 是这样啊 诺贝尔这个人呢 应该说他是属于瑞典人 他实际上是一个化学家 是个发明家 他这个D&D炸药 他的主要工夫就是发明了这个D&D炸药 这个D&D炸药最后形成了 他个人那个专利收入非常高 可是他自己呢 是无儿无女也没结婚 最后他死的时候 他留下遗憾 就把这个 他就设了这么 他设了五个奖 他是化学物理 文学 这个 文学 物理化学 和平奖可能还不是当时设 他原来设了五个奖 后来变成六个奖 后来变成六个奖 这个 诺贝尔留下这个遗住以后呢 这个 就是瑞典的王室和这个挪威王室非常尊重 他们这两家王室包括他们两家的政府 对于执行诺贝尔的这个遗住都做了大量做 包括这个 怎么保护这批 最近 使他能够不断的增值 包括怎么选择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每年受给谁 所以这个诺贝尔奖为什么在世界上这么大影响 实际上 我那个时候开玩笑说 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瑞典 不知道多威 但是他知道诺贝尔奖 他知道诺贝尔奖 为什么呀 就是中国老拿不着诺贝尔奖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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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牢骚吧 其实影响到很大 大家都知道有个诺贝尔奖 就是诺贝尔奖的情节 现在形成一个 尤其是作家 对 事实上我们华人啊 在世界上获诺贝尔奖 也是两位数以上 只是大陆不多 大陆现在实际上真正被承认的 被官方成就一个人 莫言 就是这个莫言 就是不说话的这个人 说了话以后 要被人家承认了 高行健啊 这些人的话 那都是那个 就是他实际像 丁兆忠 像他们这些 属于华裔科学家 实际是台湾过去的 是吧 李正道 杨振宁 丁兆忠 这都是属于这个 这个华裔 都属于华裔 包括台湾的那个 那个谁也是 李什么类的 这都是属于华裔 李什么车 那就是挪威的这个城 搞这个和平奖 他这个来历啊 包括他这一年 颁布颁发的这些人啊 我就看了一下 你像这个曼达拉 给他那个白云总统一块联合了 包括奥巴马 这都得了个奖 你对这一块有什么了解呢 对对对 我吃过他那个颁奖大厅啊 他那个颁奖大厅自己以后 他有一个那个 一个案子吧 一个很大的桌子 那个案子上呢 有那个像蜡烛那样的标志 上面都有人头的那个像 对就每一个获得奖的人啊 这个都有像 像你说的 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南非 南非它是曼特拉和土土主教 土土主教是代表白人的这个文化 他们两人同时获得了 同时获得了 你像这个美国的总统里面 有好多人获得了 有好多人获得了 这个奖呢 他四年受一次 四年受一次 这个对对对 中国呢也有两个人获得了 这咱们就在这咱们就不展开讲了 对对 对对对对 如果有一个人啊 一大头像 两层楼 弄大的一头像挂来 你就是刘老伯 是吧 对对对对 另外一个是谁啊 你拿赖啊 对对对我知道 那就是 所以他现在挪威给中国的这关系 搞了一支是这种不太好 这次三文鱼这个事件 更是让那个 他这个三文鱼是他的创会的一个主要来源 还是什么呢 是这样啊 挪威的三文鱼养殖在世界上是很著名的 三文鱼养殖 需要有一个条件 就是第一得在海里 第二呢 这个得要海水呢 还要相对的稳定 不能说今天有台风啊 明天有什么 这不行 这样呢就是 峡湾地貌 也非常利于养这个三文鱼 实际上我们加拿大 加拿大我们从文华到这个 到这个哪儿往北走啊 这一线也是想问你 加拿大的这个三文鱼养殖 也是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地位 当然挪威是最多的 但是 他这个三文鱼创会 实际上 他还不可能是他最重要的出口 因为挪威实际上是一个能源大国 他第一的 他这个 有25%的石油出口 这是他这个最重要的 这个财政啊 包括这个经济收入 但是他的三文鱼出口的这个收入也是很高的 而且他那个三文鱼养殖量非常现代 我去的时候啊 这个峡湾本身都特别漂亮 你想这峡湾是个什么状态啊 就等于群山被海洞淹了 那都是那个冰山啊 那些冰川啊包围着这个海湾 海湾里边呢 一般都是圆形的那种 人工的那种那种那种大的扶着的那种池子 那里边养的这个三文鱼 哎呀那风光非常美 风光非常美 他们三文鱼出口实际上成绩向中国 也包括加拿大也是 中国也是他的最大的这个市场 也是最大的市场 这次 他怎么去中枪了 这个地形 他这个 我携带者的 现在还没弄清楚 对 他这个挪威有多少万人口 比他是过去你说他跟瑞典是分分合合 他少 挪威大概有四百多万人口 我印象大概四百多万人 那就说他在国家那个 他在历史上 还是比较小 国家还是比较小 对他在历史上给瑞典是合二为一的 是吧 就是就是挪威啊给瑞典啊 过去 就是说 挪威啊 嗯 对挪威有一有一段时间啊 是独立的 后来有一段时间呢 他被丹麦 给给给给给给统治了 就成了丹麦的一部分 后来瑞典跟丹麦打仗了 把丹麦打败了 后来就就就就 就把挪威又归到瑞典了 他后来又独立了 这个这个这个 呃 一战以后好像是 这个他又 这些欧之北欧小国啊还是有点意思 我就觉得呢 很多人呢 第一呢 像大家这个旅游啊 一般就是都是走这个西欧里 这个一下子十几国 像我们的话 一天有一跑一个国家 那个的话就是 也就是拍个照 那个下地下来 那个拍个照 撒个尿 给他这一天一天都在车上过 那么北欧这种小国家的话 这个旅游 呃那个交通怎么样的话 就是 现在主要是他的一个交通 枢纽是哪里 交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们的交通非常险进 我跟你这么说啊 咱们就说挪威 挪威因为他是峡湾地貌啊 奥斯陆 他那个高速公路啊 嗯 修起来非常的 哦 他到处都是山洞 哦 这个山洞过去是海湾 海湾过去才是山洞 基本就是这样 嗯 我走过他的山洞啊 他那个山洞啊 可以有三四十公里长 你知道吧 而这山洞里边 还有这个 有转盘桥 山洞里边还有分叉的 还有那个各种设施 那个挪威的公路 那那世界上 没得说那是世界上 非常这个 非常好的公路 嗯 这个 而且挪威呢 因为他峡湾地貌嘛 所以他那个船也非常方便 啊 船也非常方便 嗯 哎呀 你在挪威开始走啊 那就是 管一个弯是一幅一幅画 管一幅 管个弯是一幅画 实际上就是说 我说啊 旅游的人 你要真想看看世界上最美的地方 你可一定要到挪威家 嗯 一步一景 那那个冬川 峡湾 嗯 哎呦 有那个那个 那个大 那个海啊 就跟那个镜子似的 那个那个 海 各种各种鸟啊 郭老师 那就是谢谢你了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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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